主料,米饭400克,鸡蛋两个,胡萝卜二分之一根,辅料,油一汤匙,盐,葱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割夜米饭里打入一个鸡蛋,用饭勺将米饭和鸡蛋搅拌均匀,到每粒米饭都过剩蛋液,胡萝卜切小丁,葱切葱花,锅中放一汤匙油,放入胡萝卜丁炒至表面发白,捞出备用。 锅中打入一只鸡蛋,不需要再放油,刚才炒胡萝卜时还有鱼油,用叉子将鸡蛋搅散,并放入一半的葱花炒箱,倒入米饭,用中小火慢慢翻炒几分钟,尽量炒到米饭都散开,倒入胡萝卜丁,加适量盐调味,翻炒均匀,把剩下的葱花放进去,稍稍翻炒一下即可关火,烹饪技巧。 一,把米饭先过上一层蛋液,这样就不容易粘连了,二胡萝卜是鲜肉炒一下,可以让胡萝卜素更好的溶解,有利于健康。 三,炒米饭的时候,根据米饭的含水量控制炒至时间,尽量把水分炒干一些,这样可以粒粒分明。 四,最后加进去生的葱花,可以使米饭带有葱的清香,味道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